為何撿屋期間就可以撿心 因為每一樣物件都是過往自己的喜好 和習慣選擇的總和 我們做抉擇的時候就好像面對過往的自己 透過整理物品 整理能見到的空間 整理見不到的內心世界 整理師這個工作其實在歐美英都有20年的歷史 但可能在香港也算是一個新興的職業 我起初真的可能在一個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一些蝦的東西 後來發覺很多人都很有共鳴 原來大家都有這些煩惱 就很順理成章成為整理的事 市面上已經有很多整理的書 但有些書主要是講一些整理屋的技巧 例如一些摺衣服的方法 怎樣擺放最省位等等 其實我這本書主要是教大家 就是一些改變心態的執屋的心法 書裏面的50個提示 全部都是我自己中過招 自己都是舔過東西 撞了板 然後就寫出來和大家分享 這本書就用了廣東話來寫 例如有些字是三寶眼 灑眼嬌這些字 其實都很地道 所以這本書是屬於一本香港人的執屋 香港地小人多 空間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在選擇物品的時候 就更加要精準 我的建議就是 每一天收拾一些小範圍 但是就要堅持每天都要做 每天做少許做少許 一來就輕鬆些 二來就是容易看到那個效果 還有會有滿足感 其實物品的去留 最終的決定權都是在客戶那裡的 我的角色只是協助他們 我會用一些問題 或者是幫助他們 用另一個角度去思考 去檢視自己和物品的關係 撿屋其實是會得到 好處是空間時間金錢 但是這個都不是最終的目的 最終目的就是要好好利用這些東西 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去陪一些自己重要自己喜歡的人 其實我最希望我這本書 是可以給大家動力去開始執屋 不要再等到有一些特別的事情發生 其實撿屋就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困難 那開始了先 就是不要只想著了 你拿到那個撿屋的節奏 其實就很容易上手了